你好 欢迎收看《决策者》 我是王嘉玲 少子化已经成为我们国内的国安问题了 但是追根究底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少子化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未婚率越来越高 那么根据内政部的最新统计 2021年25岁到44岁 这个未婚族群 他们未婚率是达到了五成左右 所以这个问题是有很多的方向 可以来做讨论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 国内的户外婚宴龙头 青青的董事长吴永强来跟我们聊聊 欢迎董事长 嘉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强哥在这个圈子这么多年当中 据说你参加过上百场的婚宴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谈谈 什么样的客群 他们会比较喜欢参加户外婚宴 是 我想从这个 就是第一个当年年轻人 第二个就是说 大概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这个占的比例蛮高的 第三个就是 其实我们从穿着 跟对谈的过程里面 也看得出来 第一个穿着比较有个性的 然后比较时尚一点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对谈里面 他蛮有组件的 有自己的想法的 有充满浪漫的 这个大概这种TA就非常精准 这两年当然已经户外婚宴 成为年轻人趋势 但是我们要说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算是很前卫 那时候其实年轻人也就是 我们那时候就说 你就看跟电视上看的结婚一样 很多年轻人来订了 可是这个父母都认为说 应该在换店 对不对 怎么订到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都跑来把我们退掉了 伤脑筋 可是后来过了五年 都是妈妈爸爸来帮年轻人订 他说我只在国外 他知道你们这场地 所以请我来帮你订 可是我们办在户外 就很看老天爷的脸色 有时候天气变化很大 你们里面据说像你本人 也变成了气象专家 对 我们要协会看 怎么样看气象引途 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做一些准备的参考 我们公司里头 我看之前您的报道 您说光是雨备就有50几样 这个比半活动还要小心 我们很多 比如说一个比较 这几年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说准备 我们大概比如说从 发现要下雨 然后我们开始搭三乘三的雨棚 我们大概有100盏雨棚 我们大概有 任何时间都会准备8个人 然后在差不多20分钟以内 要把整条走道 大概100多公尺的走道 全部搭好 就是雨棚部队 对 不会淋到雨 然后撑伞部队 或者自动的伸缩的雨棚 这一块我们都是备得非常期前的 所以这个成本其实是更高 尤其在人力成本上面 对 而且就是边做就会边学习 然后越来就越有经验 因为婚礼总是一辈子一次 我们就尽心尽力地帮它做好 其实在我们的众多数据当中 有一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 就是在疫情之前 据说我们有大概三到四成的客人 都是从国外来的 对 我们在 其实户外婚礼 在这一块台湾 我们算是很早的开发者 所以都在国外的人 他们的婚礼大概也都是在户外 所以他们就蛮向往台湾有这样的场地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 吸引到的客人非常多 有时候我们进入会馆 就好像在联合国 第一厅是日本的 第二厅是美国的 然后欧洲的 还有德国的 德国的最好玩 摔瓷器 摔盘子 所以整个好像在联合国在结婚 强哥办过这么多场的婚礼 有没有哪一场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场是蛮深刻的 就是我们蝴蝶婚礼 他这个新郎新娘坐着马车进来 然后就进到观礼的场地 然后就在整个过程里面的布置 都是用蝴蝶的装置 然后在他们的 这个观礼结束的 证婚结束的时候 然后放出几百只的蝴蝶 然后在每一道菜 都是用蝴蝶的这种形式跟装饰出来 所以虽然整个 从他们的视觉跟穿着色彩都很缤纷 整个从视觉到看到的 在显现出来的 都让人家印象深刻 但是我们台湾人其实办婚礼 还是大家会翻翻农民旅 会看日记 但如果说这个淡忘记之差就会很大 假设说今天碰到淡季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婚宴空间 淡季的话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就分成内外 对内的话当然就是做教育信念 然后员工的旅游 再来就是我们就办婚礼的课程 婚礼的课程让这个 我们叫做婚姻保固 婚姻保固 售后服务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比较 淡季的时候 来让这个空间 来就举办一些婚礼两性的课程 因为其实我们也发现 结婚这个没有人交 夫妻相处是没有人在交的 学校也没有读到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开车都要驾照了 更何况你结婚 所以我们就展开婚礼课程 或者做一些亲子教育的课程 其实这个婚礼课程 强哥应该自己感同身受 据说在您自己的婚姻故事上面 你也是觉得说 很多时候都会碰壁 会碰到很多问题 你才觉得说应该要更科学一点 要来上课 是 因为我跟我太太给外面的感觉就是 绝对夫妻是很恩爱 但其实我们在家里的增值也蛮多的 因为真的 嘴到嘴巴就会稍微 更何况说两个不同环境 家庭的背景 那是后来有机会刚好去上到 婚礼课程的课 后发现说 早一点来上课 这些草都白草的 根本就不用草了 譬如说捡个几粒 男生跟女生去百货公司 因为脑袋的构造不同 他说男生的左脑右脑叫做蓝牙 一对一 女生的左脑右脑就是要WiFi无限的 所以男生只想买一个东西 就买完就走了 可是女生是边看 就越想到越多越多 所以每次为了逛街都可以吵架 这个你如果说了解了 你就根本就不用吵 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了 其实强哥想要上这样的课程 除了为了这些新人好之外 应该还有很大的原因 跟这个数据有关 因为根据主济总署 他们最新统计 2022年我们的结婚人数是有12万对 超过12万对 但是后来发现过去10年当中 我们台湾整体的结婚率是往下探的 这个也会跟我们的订单 有很大的数字上的呈现 对 这个其实是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就是说它整个不管是从 结婚的对数的下降 所以说要办结婚的人 其实想法就更多了 所以我们要呈现的东西也要不一样 第二个 当然有一个 唯一的好处就是说 整个婚礼的预算也是在成长 对 譬如说过去 从经济部那边的资讯 比如说好像是大概 比如说一个婚礼下来 大概是80万 到过了几年之后 它大概是100万 就整个不管是从它的前面 到蜜月之后 整个加起来的费用 也是在成长 早年会有一点像是未办而办 就人人都要办 但是现在这个TA会更明显 是我要办 我就要办到最好 对 他要办 他就希望把他的梦想实现 就是说很多人都有他的想法 年轻的时候很想法 我的婚礼未来是要怎么样 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 呈现更多元的 然后更有创意的婚礼 来吸引他们 强哥 其实您在19岁的时候 就已经管了三间餐厅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 会让你想要踏入到婚宴这一块 管餐厅是 因为很早就进入 进入这个工作场合 以前要做好餐厅很容易 就是台湾话讲的 蜜笑嘴 甜蜜蜜筋 这几个 把握住这个 你就可以把这个餐饮做得很好 然后做好之后 我们当然就是 因为我很认真 主要是真的很认真 困难的 以前讲的困难 所以老板也很赏识我 所以他就一家的开了 又一家开 也让我来管理 那时候当然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就这么好 老板花那么多钱 来让我来试试看 怎么当老板 所以就非常认真地在做这个工作 以前的餐饮服务三四十年前 其实就可以像我们十几年前 到大陆看到他们的餐饮 那个大部分水平 十几年前大陆的餐饮水平 就大部分我们三四十年前的水平 可是现在你看整个服务的要求 完全不一样 所以意思就是 以前要做好比较容易 以前要做好比较 现在要做好可能就没有 现在竞争更激烈 你得要做到精致化 对 那为什么 什么样的契机 你会想要跨入到婚宴来 这个其实很多的 讲简单一点就是说 你为了生存 比如说我们在做了这个清清之后 我们刚刚在民国 80年到86 7年的时候 那个整个台湾的餐厅的小吃生意 那是都是辉煌腾打 生意非常好 可是到了87 8年之后 开始有这个酒册 这样的一些转变 环境的转变 或者跟着大陆那边的 大陆的开放的转变 所以整个在台湾整个 这种餐厅的生意 这两个很大的因素 因为主要的消费者 很多都到大陆去 然后台湾就有酒册的关系 那消费可能的方式有改变 所以它整个 其实业绩就是一直往下下来 曾经最辉煌的时候 你刚接下秦秦一开始那个地方 你是做餐饮 那据说一个月的营业额是非常惊人 对 那时候不错 那时候应该一年多 还有七八千万的营业额 那假日 主要是在假日 一个假日营业额都蛮高 几千人进来都蛮多的 可是到后面就整个 刚刚讲的这个环境转变 它就慢慢往下降了 那当然你就要为了生存 你要去思考到底怎么样 是你可以来 那因为我们自己当开餐厅 然后自己结婚 就感觉结婚好麻烦 好高 你看要找营业 然后找征婚人 找什么布置 不用找餐厅 如果一般人在结婚 真的也是很累 很头痛 这个是我说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需求 第二个就是说 哪一块是对我们 藏地这么大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 满足我们的整个营业的需求 所以就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也跟我讲一个 这个座右铭 我听了我就把它记住 他说 一个老师 他说一碗菜 一道菜 你最贵能够出多少钱 我说一道菜 那时候一道菜一千多块 应该就很吓人 一两千块就很贵了 一道菜 然后他又问我说 那你一桌菜你认为多少钱 我说一桌菜 那时候来讲两万好不好 两万 三万就很吓人了 他说对 那你一桌 一桌 他说一桌要多少钱 我说一桌 一桌就很难算了 一桌有大桌小桌 他说对 那你看看你是要去做一道菜 还是要卖一桌菜 还是要卖一桌 那想回来 对 一桌 一桌到底有什么机会 一个机会就是尾牙 尾牙 尾牙一年就只有那么短时间 后来就对 那婚礼是一个好机会 那又想到刚刚讲的 自己结婚的时候 好累 对 很辛苦 这些刚好有这样的需求 整个环境 场地又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那时候就 决定就要转型 来做户外婚礼 像我们户外婚礼 有很大的一个特色 所以当然也吸引了很多的新人 很多的客人 但后来在疫情前 我们甚至还拓了好几个点 不过在三年多前 这个疫情真的是 把所有的饭店 婚宴 大家都说好辛苦 那我们户外婚宴 你也感受到这一波压力 我想大家都一样的压力 我们算是第一排 海啸第一排 当然这 其实这一次 我是遇到两次疫情 上次SARS 我们也遇到过 但这一次是大家有经验的 一开始是也蛮认为说 很快就结束了 政府说休七天 那七天就休 在休息店也休 其实一开始你很淡定 因为过去你痛过那一次 但是后面这一块 真的就是蛮辛苦的 但是这一次也还好 因为可能有过去的经验 这一次政府 在这方面的协助也蛮多的 也给很多的补助 因为第一个时间很长 所以不管在给同一个 员工的补助 或者企业的补助 也给了很多 或者一些 对一些比较贷款各方面 也都很大的协助 让很多企业可以喘息下来 在三级警戒那个时候 有没有碰到退订这样的浪潮 其实退订是 像我们的退订是有 但不高 但是都是延期 都延后 可是从我们的场地 我们是卖场地的 今天没有用它还是有成本存在 所以延后跟退其实都是 一样的损失 但这一段期间 其实我们的婚姻会馆 我们并没有裁员 而且我们持续的在 你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动 你说这一段期间对你来讲的事情 还有最大任务 是要凝聚这些员工的相信力 还有让他们保持任性 你做了哪些努力 我就说当老板当那么久 当兵回来就当老板 就是这一次最辛苦了 就是说因为做生意成功失败 就是靠自己 这没话讲 可是这一次是说你 亏损是一定要亏损 可是你还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让员工的士气不要散掉 所以这个又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就去想了很多工作 让他们做 比方说 比如说我们就开始做便当 开始做外卖 然后开始就整个 让他们去做一些 一些比如说怎么样的来包协助 一些社区 冷冻包等等 对 冷冻包或者是都有 反正做了冷冻包 做了便当 做了外卖 各方面都有做 让他们有工作做 那时候不是想什么 只是想说不要让这些人 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 那个士气可能就会很严重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会 我们有开会讨论说我们 会面临两种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员工照顾好 但是当疫情解封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有一成的人会被挖走 因为人家可能会出很高的薪资 那第二个我们是 我们可以现在把人员全部解除掉 疫情完的时候 我们拿1.5倍的薪水来挖人 这两个都是 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那当然我们是原则上 我们是不去动员工 我们就希望把它照顾好 因为大家都是要同甘共苦 可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议题 来让这些主管先知道 让这些员工先知道 所以我们会面对的 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 其实在这一波 我们在疫情之后 被挖的也有不少 但很少 就是不多 就是只有大概3%而已 就是说因为大家没有人 缺人 薪水都是1.5倍这样在抢 现在缺工太严重了 对 就是他们在抢 但我们说到这一群伙伴 同样的一群伙伴 有真正跟着你3年多 你觉得流散来的这一群伙伴 他们带有什么样 不一样的特质了 其实他们第一个 他们都已经不只3年多了 都可能8年 10几年 20年的 那在整个 其实他们大家都是会共体时间 然后都对这个工作都有蛮高的热忱 做婚礼 其实他们是认为他们在 做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文化跟特质 强哥那您刚刚前面 你有提到缺工问题 最近真的是很严重 尤其是餐饮业 他们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找 所谓歌姐 壮世代 也来加入二次就业等等 那您觉得要怎么样 一个企业 你当然可以给他很高的薪水 来挖这个人才 你也可以给他很好的福利 但是你觉得追根究底 什么样的因素才能留住这一些 关键人才 其实他应该有多面向 第一个当然薪资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这一年 我们在基层的干部 我们也调了15%的薪水 这是最基本的 你总是要让他的生活 跟这个环境是可以相对的 那第二个就当然你要让他是 有未来的感觉 然后他在这边到底 可以写到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都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他的规划 就是他的不管是中程短程 中程长程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你尽量可以跟他吻合 尽量 那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是还蛮用心在经营这一块 我们的协分 我们的工作协分有100多分 那你就是可以跟着这样再成长 所以在我们这边可以成长是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能 让他这边可以写到更多的东西 所谓的户外婚宴 我们看到这一两年 其实疫情前就已经开始 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开始越来越喜欢这样 比较偏美式 比较偏欧美风的这样的婚宴 但是好多地方有的是在山上 有的是在农村等等 开了非常的多 那你们觉得未来这样的趋势 总是会有这个需求量 不可能这么大 每一家婚宴他想要走得很长远 或者是说他想要经营得长长久久 一定有他的关键在 您怎么看未来这个趋势 这个就是说你还是以更有特色 不管是你在布置 在你这个环境的 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到 类似以前的租赦 然后改变的 所以就是说你要有特色 然后你的就是说你的 不管是你的装潢或者你的设备 其实它必须是要 不断地在多调整 三 五年你可能 如果你要永续 你这三 五年 你就必须要跟着社会的外动来调整 就像以前我们二十几年前刚开始 我们讲是欧式户外婚禮 那时候是最夯的 可是这几年 近五年大概就是美式婚禮 也很夯 所以就说整个环境是 不断地在变动 你觉得饭店它需要变动的 这个频率比较高 还是户外婚宴 户外婚禮要变动比较高一点 变动更高 但是户外婚宴成本又更大了 因为你婚店的话 它就是一般父母会喜欢的 它是一个比较气派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经典不败 反而不用一直变化 你户外婚禮就是说 它必须是一个很有创意的 然后让人家 每个宾客来参加都有留下 很独特的回忆 才有意义 之前你就说我们是一年一小改 三年一大改 接下来你觉得变动的频率要更高吗 可能是都必须要这样子 维持这样子来变动 像户外婚宴的这些业者 他要怎么样来控制成本 成本怎么样来控制 对 当你要改变的时候 这都是资本资出 你就是要去算 你可以一收多少营业额 那你要拿多少来做改变 这个当然是跟环境整个营业状况 要去思考的问题 现在以户外婚宴来讲的话 竞争激烈吗 竞争还好 因为大家都说户外 他大楼楼上 他也说他是户外婚宴 所以这个 就是说其实要取得户外的场地 也不容易 所以说你说在 像我们在桃园 可能竞争就比较大一点 因为土地的取得比较容易 相对的 如果说在台北 他还是相对的没有那么大的 强哥算是白手起家 但是您本身还具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加盟协会的理事长 您觉得所谓的加盟 也算是一种创业吗 加盟其实我认为 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创业 反而是比我们以前 自己这个 不知道就带着钢盔往前冲 还更好 那整个 因为加盟你可以看到 别人的 吸收别人的经验 知识 还有SOP 然后整个know how 对不对 它可以来指导你 来教导你 你就不用再去从头学习 所以它相对的 认真是一定要的 个人的认真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它 所以它相对的成功率就很高 你像经济部的统计 自己创业的成功率只有14% 这是几年前 现在可能更严重 更低 因为整个环境在变化 可是你加盟 如果我们看 我们大概平均还有5 60% 我们有像一些早餐 到加盟店 这个大概就90几%的成功力 所以我认为它 第一个它成功力又更高 第二个你又不用去从头摸起 你可以学到很多的know how 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个状况 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特质的人 什么样的经营者 他比较适合来当加盟业者 其实当加盟业者 因为加盟本身就业态就很多 所以是看你的个性属于怎么样的业态 这个我们都有 我们在每一次的加盟长 我们都有请专家在那边做论坛 分析 当然简单这边可以谈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很时尚的东西 时尚的东西它就是上来很快 下期是不是很快也不一定 所以它可能回报很快 那有可能它结束得也很快 这个是第一个 所以说你个人可以承担的风险 跟你的个性 那第二个 如果说你是要求起一个稳定的收入 然后也不错的收入 那你就譬如像这些早午餐店这些 它这个成功率都90几% 那因为是钢西的 所以这个是你要怎么适合你 可能自己都要先盘算一下 然后去听听课 多一些人来让你知道了解 反而是去选择业态 你适合哪一样的菜业 对 你这样讲就对了 那您觉得这两年 疫情之后来办这个加盟展 你觉得整体的热度 还有这个趋势 有没有变得跟疫情前稍微比较不同 现在成长力很吓人 不管是展览的总部摊位 或者是来参观的人 还有签约的人 就等于想创业的人 我看了大概增加了20到30% 那我们去分析的研究 还有更年轻化 分析的研究就是说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这些像餐饮 这些工作 其实是很无奈 有时候就被资钱 就说自己的人生 根本就没办法自己掌握 如果说自己创业 对不对 自己就可以掌握自己 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样的认知 我看这一两年 整个每一次我们的展览都是创新高 不是创疫情前的 是创过期的新高 最近今年整个 每个展览都是这样 但是这一些创业者 他也必须知道 自己出来做 虽然你对自己的人生 掌握度更高 但是你得付出更大的精力 你可能要有更多的成本的摊题等等 自己当老板不是那么容易 强哥你要不要就您过来人的 来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要创业 你需要具备哪一些的认知 还有毅力 但你要创业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 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你一定会遇到困难 那你要 一定要怎么样去撑过这个困难 那第二个你要肯学习 其实因为有加盟有总部 你只 以前我们在做生意是这样 人家告诉我们说 你只有肯认真做 客人会教你怎么做 客人会教你 不好他会告诉你 可是你愿意写 你当然会做得好 现在更好 现在是你只要认真做 总部会教你怎么做 所以是只要你要这个心 就是我肯认真 然后愿意去学习 我认为这个大概都会成功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加盟 一直都有一个 比较奇妙的迷思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既然加盟品牌 你自己做 总部自己做 都可以好好赚钱了 为什么你还要找加盟主 因为你要具备那么多的 譬如说像现在 你必须要又有网路的行销能力 你必须要采购能力 你要信念能力 这些其实要建制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倒是建议它是先加盟 学好 学会了一套功夫之后 你要来自己再创品牌 再来创品牌 如果说你多年这个 自己要从一个零到 无到有 其实我认为是蛮辛苦的 尤其目前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真的比以前 你看说切工 然后成本又增加 所有的食材的成本 各方面都要增加 其实要面对的这些 又要外卖 又要什么 以前可能我很会煮 煮东西煮得很好吃 我就可以开餐厅了 现在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是环境不一样的 其实我认为说 加盟其实是一个对年轻人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创业的机会 所以说真的我们现在疫后 其实疫情相对来讲 现在大家已经都是共存了 但是疫后最大的问题 在整个餐饮业 我们南瓜道 整个餐饮业范畴来讲好了 除了缺工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高通膨 现在原物料的成本真的很高 就您的经验来讲 您怎么看这个高通膨 未来我们的餐饮业 该要怎么样来把关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 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你餐饮业也没办法去做什么 但唯一你能做的有几个 第一个比如说 你自己去创造一些 比较有高附加价值的餐 自己去研发 研发一些比较有高附加价值的餐 可能就会降低你的成本 再来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联盟 然后做一些规模经济的采购 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 降低这些成本 唯有吃的做品牌比较容易 因为吃的本身它就有差异化 所以它的差异化很明显 尤其像疫情之后 好多国家都来台湾 邀请这些品牌到他们的国家去 现在尤其像之前都东南亚 南向政策 现在是往欧美 欧美那边的成长速度更快 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一块的软实力 是很强的 还可以做得更好 就像经济部在调说台湾饮料 手摇饮 台湾饮当然只是我们 业态里面的一个而已 在台湾有2万多家 我们再看世界 应该是有几十万家 那天初估大概可以有20到30万家 所以你看看落差有多少 现在在全世界外面的国家 好像算一算 大概有一两万家而已 所以成长机会还更大 所以以后您来看 台湾的不论是婚宴或者是说餐饮 甚至手摇饮等等 所有的这一些相关服务业 要往国际上去走 这个路才会更宽广 对 应该是 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市场比较小 但是台湾的竞争力非常强 台湾人的特质 想法特别快 反应也很快 又认真勤劳 所以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 强哥在这个餐饮业 真的是圈子里面 已经打滚了数十年了 是大前辈了 那我们也好奇想问问 在这么多年当中 大家当然会历经到很多的 每个时代不同的问题 但对您个人来说 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 你碰过最难忘的经验是什么 挑战是常常都有 如果说个人 个人遇到的比较困难 当然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在 上一次的SARS的时候 我们遇到有一次的火灾 然后就刚好发生在 过年的尾牙的时候 那个是忘记 尾牙是客人最多的时候 收入就没有了 然后整理好了之后 要开始往外拓展的时候 又遇到SARS 所以那一阵子是蛮艰辛的 怎么样度过 那就是说真的是要靠很大的意志力 然后来撑过 我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任性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坚韧不拔的 因为我们同仁也跟我讲说 那我们看这样算了 我们不要做了 我就跟他们讲说 大家都一样的环境 谁忍过 谁憋到最后一口气 谁就赢了 我们快到了 就这样来鼓励大家 确实SARS一完之后 整个当年的尾牙的报复性 这个就马上上来 就跟这一次一样 你看后面 今年的整个餐饮业的 全部都成长 其实当初我们也有这样的思维 来鼓励员工 现在讲起来当然是可以 比较轻松一点的口吻来谈 但是这么多年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 今天你也带来了你跟夫人的照片 其实这么多年 夫人都陪在你旁边 陪你一路经过了这么多的挑战 还有难关 他在你身边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他本来是在银行业 银行业退休就来协助 所以我们的那些婚礼的主持人 企划人员 大概就是他调教出来 他培训出来的 我们到学校开课 都是他 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就到学校 开婚礼课程班 二十二学婚 从大三交到大四 所以我们很多中间干部都是 从那时候培养到现在 那是什么样的科系 才可以上这样的课程 我们是那时候跟几个科技大学 比如跟万人 跟醒吴 我们的那种 比如说装品系 他们本来就要帮新人化妆 装品系的几个戏手 然后跟他们做这样的结合 所以这一块都是他帮助我 还有再来就是他们的 女孩子不要细心 他又银行下来 财务方面的协助 这一块都是我比较弱的点 我只会冲冲冲 那负责帮我拉一下 这样我不要冲那么快 在婚宴产业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个行业 但是如果说把它变成工作 真的很累的时候 夫人有没有跟您 曾经有一些内心化的书发过 当然就是希望说 这个身体要照顾好 他当然就是关心 身体要照顾好 然后当然他还是一样的想法 怎么样要把新人的服务做好 这是我们的天子 所以他在这一块 也会给员工很大的鼓励 他应该算是我们的 都当病态者 他是我们的辅导长 他说我们在辅导这些同仁 同仁有什么心情怎么样 都可以找他来诉说 他也关心每一个同仁 其实像做生意来讲 真的是供需 有需要才会有供给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 其实这个人口 持续在减少的一个情况下 强哥您怎么看 接下来我们整个婚宴市场 会怎么样走未来的趋势 其实这个市场 我们是认为说 当然结婚的对数越来越少 这是环境 这个不可抗拒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 来把它做得更好 第一个说 现况要怎么解决 第一个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不断地推成初心 第二个这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比较 是比较多的大的厅 我们可能要改成比较小的厅 所以我是从我来看是 还是都会办 但是办的是比较大 比较小 当然整个大环境都是减少 所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来 提升它的这个附加价值 让它办得更有 更有创意 然后让它有更多 当然相对的我们在整个营收方面 就是可以从有创意的这边来 来做一些补助 您觉得之后就是说 我们已经陆续有这么多的场地 在不同的地方 未来你还有可能有更多的拓点吗 或许到国外去或是有更多的想法 我们当初疫情前 我们当然是那时候的希望是说 在每一个县市 都有可以去服务到我们的新人 这是我们一直希望的这个规划 那当然它都会的 可能的时间就会拉慢一点 如果疫情前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 我们是这个方向是不变 可是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一点 那如果说到国外的话 我们就会以这个 其他的这个餐饮的品牌 我们现在也成立了 蛮多的餐饮的品牌 然后往外的去拓展这样子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强哥 来跟我们做了这么多分享 也祝福您 祝福清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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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决策者我们下回见